加州大学旧金沙分校的科学家们,通过使用电磁机来恢复与高项运动相关的独特的脑细胞活动模式,改善了经历过衰弱性中风老鼠的行动能力。 研究人员说,他们计划利用这项新发现来帮助开发大脑子入雾,又朝一日可能会恢复中风患者的运动功能。 神经学副教授U.C.S.S.W.I.L.神经科学研究所成员医学博士,医学博士,此生作家Kernish Gambler说, 中风后,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能完全贪腐,三分之一的患者有明显的运动障碍,三分之一的患者几乎瘫痪,即使是那些经历了部分贪腐的病人, 也常常会继续挣扎于目标导向的手臂和手的运动,比如触摸和操纵物体,这在工作场所和日常生活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神经学家们提出了证据,证明神经活动的协调模式,即震荡,对有效的大脑功能非常重要。 最近,数次在睡眠研究中发现的低频震荡,Mesos被特别发现有助于组织大脑主体运动体层的神经元方便,运动体层控制自主运动,Mesos把细胞的活动集中在一起, 以确保目标导向的运动是顺利和有效的,这项新研究发表于的《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上,研究人员首先测量了老鼠的神经活动, 而动物们则伸出手去抓一个小的食物小球,这是一项指在模拟人类目标导向运动的任务。 他们在活动前后立即发现了Othos,这促使研究人员研究这些活动模式在中风扣和恢复期间是如何变化的。 为了探究这些问题,他们在老鼠中引起了中风,损害了动物的运动能力,并发现Othos减少了,在能够恢复的老鼠中。 逐渐做出更快更精确的动作,Othos也回来了,功能恢复与Othos这次出现,有很强的相关性。 完全恢复的动物比部分恢复的动物有更强的低频活动,而那些没有恢复的动物几乎没有低频活动。 为了促进恢复,研究人员使用电极记录活动,并向大鼠的大脑传递一种轻微的电流,刺激中风中心附近的区域。 这种刺激持续增强了受损区域的Othos办法,并似乎改善了运动功能。 当研究人员在大鼠运动之前发出一阵电流时,大鼠伸手去抓食物小球的准确率高达60%。 我们观察到的增强的指质刺激的试验应用,博士,博士后在Gandler实验室C.O.S.B.S.研究的作者,连同德克尔·拉玛纳塔,医学博士,博士,现在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精神病学助理教授,科布林,加州大学就经三分校神经科学研究生,研究人员想知道他们的发现是否也适用于人类。 所以他们分析了一个电线患者的大脑表面记录,这个患者中风后,手臂和手的运动受到了损害,与两名没有中风的电线患者相比,记录显示的T.O.S.B.要少得多。 这些发现表明,就像在大树中一样,中风导致了低频活动的丧失,损害了患者的运动。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